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体育比赛传奇。 据相关消息,2022年国际拼联最新比赛安排已经出炉。 WTT弗里蒙特挑战赛,WTT维斯切斯特挑战赛即将开赛。 中国乒乓球军团无人报名,但是国外拼弹的多位高手参加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一位年仅17岁的小将引起了广大球迷的注意。 那就是曾经11比0暴击奥运冠军伊藤美成的韩国新星申育斌。 据相关专家分析,在此之前,申育斌因为严重伤病原因,连续退出美国休斯敦士拼赛等赛事。 如今终于要复出赛场,参加WTT挑战赛。 可惜,申育斌已经错过了韩国队的亚运会,是拼赛选拔,有些遗憾。 此外,2004年出生的申育斌是韩国女拼的希望之星。 15岁曾经单局11比0暴击伊藤美成。 16岁入选了东京奥运会名单。 成为了当时世界各大乒乓球强队中,最年轻的主力选手。 所以大家也将其视为中国乒乓球军团未来的重要对手。 可是东京奥运会结束后,申育斌很快便陷入了伤病麻烦中。 结果休斯敦士拼赛参加一半就宣布退赛,随后一直没有回归赛场。 直到本月才终于传出了要付出的消息。 申育斌是否王者归来,具体的结果如何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最后,感谢大家的收听,收看,谢谢大家。